嗨,大家好,我是BB姐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毕业后可能很多人就不会再见面 于是总会想更多的留下些什么 影像算是最好的记忆载体之一 去年我们也做过毕业季的专题 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毕业视频的创意玩法 而这一次我更想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拍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告别视频 以前看过印象最深的毕业主题的视频 是网易云音乐在17年拍摄的毕业季专题视频 分别是寝室片、情侣片和聚餐片 这里面最触动我的一个是寝室片 很多剧片的生活片段却真实的不得了 这几时是我一个人的吗 你们都不用收拾的是不是 一个是聚餐片 里面他们哭成一团我没啥感觉 但是当他们一群人一起唱 凤凰花开的路口时 我却鸡皮疙瘩全起来了 虽然没有唱得特别好 但是很真实 所以特别能够让过来人共情 毕业视频这种特定的情感题材 其实不需要华丽的技巧 或者多么跌宕起伏的剧情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真实 很多想拍毕业视频的人总会担心说 不知道拍什么或者不知道用什么设备拍 如果从未接触过视频制作的人 可能还会担心自己不会剪辑 其实这些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在开始制作毕业视频之前 要分清楚是为班级 或者是整个戏这种集体拍 还是个人的视频 如果是集体的视频 那么现在主流的毕业MV 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可以选择小清新风格 你可以歌可爱爱脾气的 条件语曲的话 从曲子到歌词一首包办 条件不允许的话 所以首必愿于友情的曲子 配合歌词来拍摄 这样的形式里面 你拍摄的内容很重要 要尽量多的拍摄有近一点的东西 比如最常去的教室 最熟悉的图书馆角落 如果还是觉得有难度 其实旁白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在学校里面 我是那种很倔的 来 大家看过 一 二 三 录下每个人的留言 聊一聊在学校里的回忆 在这些声音里面 配上学校的生活点滴 如果你从前就一直有 拍摄视频的习惯 那就更好了 一定积累了很多的素材 把这些零碎的素材 都拼凑起来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录 再简单一些 只是拍摄你个人的回忆视频 在学校的各个地方走走停停 也是很美好的画面 以上这些都是你可以去挖掘 记录的内容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 我又没有太多设备 或者不会用专业的设备 怎么去选择设备呢 有几个要点 成本要低 画质要好 同时拍出来的画面要稳 太抖根本没法看 综上所述 你可以选择用手机 或者是运动相机 作为主力设备 这两种设备的画质都还可以 而且简单易用 手机搭配个手机稳定器 就可以轻松拍出稳定的画面 运动相机可以拍摄高帧率的素材 GoPro和Osmo Action 都支持240帧的拍摄 并且自带增稳 可以的话加上一个延长杆 在拍摄时更好把握 大家去年初的Osmo Pocket自带云台 也是很好的选择 在拍摄的时候 如果你不懂得太多构图的技巧 至少要保证几点 横屏拍摄 利用网格 拍摄横屏竖直的画面 地要屏 楼要正 拍摄人物时 避免过低或过高的角度 水平高度拍摄是最稳妥的 至于剪辑 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剪辑软件 那么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PR系列第一课 PR入门 相信看完之后 你至少能够开始用软件 学会软件后 跳一首你喜欢的音乐 然后把素材剪成一段视频 相信这个视频 也会是你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当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最后一个学期 大家都已经不来学校了 再回来已经是毕业典礼 匆匆拍了个毕业照 大家就散了 现在想起来 还是有很多遗憾的 所以如果你也希望 多年以后 也可以有更多的记忆保留下来 那不要畏惧困难 祝毕业深门前程似锦 也祝你们跟同学好友之间 友谊长存 那么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啦 我是BB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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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